台南安平林沫娘公园旁的台湾成功号,新重新修复及周边景观环境缝合后,规划为1661台湾船园区,27日举行启用典礼,由市场黄伟哲主持。 图,记者林月翻设,夏同记者林月,台南报道台南安平林沫娘公园旁的台湾成功号,新重新修复及周边景观环境缝合后,规划为1661台湾船园区,2月28日将正式开放参观,27日举行启用典礼,由市场黄伟哲主持。 黄伟哲认为,5年后台南建成就满400年了,台湾成功号代表着这400年一路走来毕露蓝旅,祖先鲜明的努力精神。 1661台湾船园区占地约1800平,园区结合公共艺术及船体展示,以户外博物馆概念营运,推广海洋文化,传承台南。 文史,并保存即将失传的船舶修复工艺,空间主体为一艘一笔一笔力打造的正成功防鼓船,它也是国内首艘自建大型防鼓船。 黄伟哲市场表示,今天启用典礼可以说见证了台湾成功号从2008年历经下水,历经断围,历经修复,一路走来相当不容易,仰赖付出心血的各位老师。 各位将师以及各位国宝级的艺术家,大家为了代表台南、代表台湾、代表安平的博物馆一起努力,对于唤起大航海时期的教育,更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 为永续经营,黄伟哲市场也宣布,1661台湾船园区开园后,三个月是营运期间将提供市民免费参观,未来则将着收参观费用。 园区平日开园时间自上午时时起至晚间六时,夏日则延长至晚间八时三时分并安。 还有深度导览场次及不定期活动演出,欢迎市民朋友及国人游客踊跃前往参观。 文化局表示,台湾成功号是台湾首度建造还原大航海时期的海上运输工具,可惜在2011年底出海航训时,不遇到主为锻炼事故,不能。 在出航,威使其教育价值延续,市府于2015年启动修复,2016年底修复完成后,紧接驻及着手规划于林墨娘公园旁规划展示专区。 1661台湾船园区策展以时代的大潮台湾船为题,除了主体船以外,还包括金金贝穹顶,舱石兼舱,影时代流影之灯光计划即为。 戏船舞台等四大主题,对肩则透过投影,展现荷兰至当代安平的海上交通和城市风华,让台湾船犹如时空入口,看见时代流转,成为一座承载时间的行舟。 文化局更特别邀请兰晒图创作艺术家刘国仓,富于园区以大型钢构装置等复合媒材加上数位影像,创作大型户外公共艺术,船体内每逢周末。 即假日都将有帷幕剧场播映台湾船出航及穿越历史台湾船故事动画,邀请参观者走近1661年正成功上路的历史情境。 更多资讯请查询1661台湾船园区主题网站http冒号双斜-taiwanwarship.tanan.gov.tw